20号晚间,观众期待的美国神韵艺术团《北美巡回》首场演出 在加拿大东部的密西沙家市赢得了满堂彩 来看到加拿大记者邱敏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的密西沙家气温突然下降了好几度 但严寒丝毫没有阻挡观众欣赏神韵的热情 神韵《北美巡回》的第一场演出就全场爆满 舞台上鼓声隆隆长袖飘飞 从水浒传中的好汉到最优越宫的唐玄宗 从蒙古草原到雪域高原 神韵这一台演绎着中华五千年神传文明的大戏 令观众如痴如醉 我觉得它是很美的 看见它这么严重地显示 我觉得它是很棒的 中国是一个很严重的国家 我认为很多人有的错误 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文化 但它真的不是 中国的文化有很多文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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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これは一个心通的中国文化 寫著一個美麗的歷史 和代表國家的價值 以及傳統的 蒙古人的球 和球隊 和戰鬥 它是一級的 製作 當然是 國際的游戶 這是很完美的經驗 我希望 很多的 西沙桑民眾 我肯定會 會來這個節目 新台人记者秋明 加拿大密西沙家报道